苍龙魔杖 普质解锁的武器 解锁后就能在锻造台打造 攻击0点 耗蓝10点 暴击0点 误差0至20点 苍龙魔杖能发射三种不同子弹 第一种是墨绿色魔弹 在命中敌人后 短暂延迟后降下一刀40伤害的雷电 如果对敌对单位造成暴击 则会眩晕目标3秒 第二种是黑色的魔弹 当黑色的魔弹命中敌人后 会冰冻敌人 并向八方射出三波冰锥 每个冰锥可造成4点伤害 暴击冰冻敌人3秒 并造成伤害8点 第三种是火焰魔弹 火焰魔弹击中后 在敌人脚下生成火坑 武器发射子弹灼烧敌人 最高造成72点伤害 三秒内第二次攻击 可继续灼烧敌人 最高伤害不变 苍龙魔杖吃散弹增多天赋 使用二叉数后 子弹变为3个 耗蓝量变为12 由于苍龙魔杖 离谱的伤害和控制 本身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套路 只要攻速快就可以 但需要切记 时刻关注蓝量 不要变成蓝灵王 推荐建角色技能 狂战士1技能 狂战士2技能 和骑士1技能 迷迭岛推荐食物饮料和天赋 首先必须是多喝 几碗瓦罐汤 苍龙魔杖是真的太耗蓝了 南陵王家族的扛靶子 其次是散弹增多 元素伤害 攻速 技能等级 子弹大小 暴击率等等 当然 常规的天赋英子 啥的也不要少 暴击伤害翻倍 冰盾 火盾 子弹更容易暴击 统统摆上 一碗瓦罐汤 和一个无限蓝天赋 都没办法把蓝量抬起来 苍龙魔杖是真的太耗蓝了 在回复蓝量的英子 饮料食品没有吃够的情况下 医生建议 先不要碰攻速 伤害低是低了点 但是能最大保证自身的蓝量 建议 这件装备 还是优先打试炼之地吧 不知道有没有观众老爷看出来 苍龙魔杖 貌似不太适合打迷跌倒 在蓝量回复 不够的情况下 怪物一多 就非常容易原地升天 嗯 遇到凡事不要慌 先把手挤出来 拍个朋友去啊 最后一声 还是忍不住说一声 苍龙魔杖 真的不太适合打迷跌倒